Mazda CX-9 開播了嗎? 今天是在自己家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是Mazda CX-9 這款車其實我們之前也有開過直播 今天要安裝除了KT的避震器之外 還有仰角調整器 這台車的仰角調整器 當時是經理跟Summit的老闆 幫他們量測開發完成 現在也都是專用的規格 因為比較早之前的話 它的一個資料是有一點不太一樣的 譬如說這個的孔徑 還有這個寬度的話 這個現在都已經是專用的規格 就是CX-9專用的 那這個底盤架構 它跟Mazda 3 還有休旅車 CX-5 底盤架構其實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共用的 除了螺絲的孔徑 還有這個走套寬度之類的 那些微的不同 其餘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有一些小細節 譬如說前面仰角孔的粗細 Mazda 3 跟 CX-9 那大小孔不一樣 其餘的架構其實都差不多 那車友本來也有改裝了短攤簧 所以本來的車高就有略低一點點 但是這台車啊 它的後方懸吊系統 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所以如果後面有要降低的話 它的後方的camber角度 就會變得比較趴 就有可能會吃輪胎內側 所以如果有要略降側高的話 以這款車來說都會建議 要加裝仰角調整器 那它前面的懸吊系統 這個檔案很舒 因為它前面是賣花層 車重重嘛 這台車是2.5升的渦輪引擎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開這台休旅車 因為它的動力啊 比較扭力還不錯 所以開起來還蠻順暢的 而且內裝的鋪陳 看起來就有雙筆以上的等級 所以這台車的CP值 我自己覺得非常高 這個是前面避震器的上座 這個上座不需要再拆原廠的零件來沿用 KT的話就直接有附一個 有附一個強化的上座 這個車都還很新啦 這個上座其實品項一定都還OK的 但是如果要拆原廠上座來沿用 就在組裝上 對計時來說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這個是前面賣花層 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些全部KT的話都是做跟原廠式一樣的位置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也相當的重 因為它的車重還蠻重的 短彈簧的話大概可以降低大概3公分左右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這台算是中大型的休旅車 它的阻尼的話一般來說 如果是歐系車 以這樣的底盤結構設計 它的阻尼會做得蠻硬的 但CX9它還是還蠻舒適的 所以它的舒適很OK 這個筒身都還很新喔 做動都非常非常正常 如果鼠尼摔退的話 我們在下壓 它回彈的力道就會慢很多 但它回彈的力道都還蠻正常 上座的話 這台車也都有附一個新品 都有附新品 好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方已經安裝好的樣子 這個是後方原廠的仰角 仰角的話它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來調整角度 那改裝之後待會看得到 這裡的話就變成是可調式的機構 這個就是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長短 它後輪的Camper角度就會改變 那竖角的話是在下方 一般來說都在下直臂的內側 這個地方就可以調整竖角 所以這台車如果沒有特別的需求的話 是改裝仰角調整器就可以了 那竖角的話就靠原廠 下直臂內側那一顆偏心螺絲 就能做竖角的調整 那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筒身的上部 上座 有附一個新的上座 KT的上座 上座的下方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後方的阻鈕值 往順時針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變軟 從這個地方可以來做調整 那這條彈簧是配置 兩百三十長六公斤的規格 這個基座看起來跟CX5不太一樣 是因為這台車我們有做了一個加長的基座 讓它的車高調到最高還不至於會太低 所以這一台車的後面的調整機構 跟彈簧的話都是專用的規格 那這是後方的介紹 那這一台車後方的話 一樣是要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彈簧跟電信分開了 所以筒身不要調的太短 一旦筒身調的太短 它後方彈簧預載過多 就會彈跳感就會出現 就比較不好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車友也有改裝很帥氣的 這個是炫壓的吧 炫壓的鋁圈 這是應該是二十吋的還是幾吋的 這個是二十吋的 255020 這個鋁圈也很漂亮 那在改裝便器側高略降之後 既不影響它的功能 過彎時候的穩定度就會變高 這台車就跟我們經常在開直播影片 分享的Raffle 5代一樣 它的底盤架構本質其實還不錯 可是它的原廠設定比較偏向舒適 所以如果後座的話 有在乘客的話 後座的乘客坐起來的感覺 尤其是在開山路 就比較容易會暈車 那改裝之後的車高降低 重心降低之後 過彎的穩定度 因為彈簧的程度比較高 所以它的側傾幅度就會變得比較少 那穩定度變高之後 暈車的狀況就自然能夠改善 好那我們來介紹前面 前面的話是傳統的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這些的小細部零件 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的A點固定點跟B點固定點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在離窄串的部分的話 不需要再多花費用 改裝可調式的 或者是改強化的 直接鎖上原廠的離窄串就可以了 但這個的斜震塊的話 這個就不用鎖上去的 因為這個斜震塊的話 它的斜震頻率是跟原廠的變性 是設計有斜震的效果 但改裝的話就不用再裝這一塊了 好那這一台車如果 一般來說改裝之後還不太夠的話 車有第二個改裝的步驟 是會改防清改 下防清改也是可以一個改裝的方向 前面的彈簧配置 KT的配置是配200長7公斤 這條彈簧我們經常在修理車上 可以看到這條彈簧的介紹 一般修理車我們配置的就是這條彈簧 200長7公斤 它不是配一個直捲製的彈簧 它的線跟線之間的線距會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的上下作動的行程 大概會多30%到35% 彈簧在作動的時候 它不是所有的力道都是直上直下 它有一部分的力道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在乘坐起來的感覺 回饋起來的感覺就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這樣的大型修理車改裝之後 因為這一條彈簧的配置 就不會讓它顯得太運動化 它的原來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都還能夠保存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上座的話 我要爬上去 上座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一樣跟CX-5一樣 引擎室打開之後 馬斯達3也是在這個區域 上座的話有三顆螺絲 在中間的話有一個KT的logo 可以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到軟硬度了 那調整之前 會建議啦 像這個20吋的扁平比 稍微比較低嘛 所以胎壓先設定好之後 我們再來調整阻尼 日汽車的話在駕駛座旁邊 有一個胎壓建議值 大概32-33PSI左右 所以胎壓設定好之後 阻尼左右對稱 前後的話倒是不一定要做一樣 可以前後的話段數做不同 那這顆引擎 就是2.5升的渦輪引擎 馬斯達渦輪系列的引擎 其實不多 但是最近其實每一間 車廠都已經把 動力的話都已經把它渦輪化 如果以拖上這個 CX-9比較重的車體 如果做NA的話可能 動力輸出的話可能 比較沒有那麼的充裕 但是它2.5升的 其實馬力沒有做很大 可是它的扭力不錯 所以開起來就好像 有點像柴油車 那個扭力還蠻充裕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的話 本身還蠻喜歡開這台車的 那以這樣中大型房車 我們在KT的銷售 在台灣的銷售體系 在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的經銷商 甚至南部的店家 我們都有提供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車友們 有需要試乘的話 請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如果剛剛經理介紹的部分的話 有不明白的地方的話 也可以資訊我們小編 有問題嗎? 沒有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掰掰